非常希望北陵路改造成為夏威夷、瓦咪咪海灘 我們會盡全力 也是謝謝市長、市政府經費、人力的配合 我們會改造這個海灘成為漂亮的瓦咪咪海灘 加上海大的山來、森林校園的重建 我希望我們基隆市變成一個漂亮的港都海灘美景的城市 謝謝市長 請請校長跟我們簡單講一下 因為民眾很好奇 就是說假如這邊變成一個海灘那當然很棒 但是它的防撥功能要怎麼樣來執行呢? 這個專類的問題 因為我本人就是這個專類 然後我過去也在黃金海岸台南 那麼在這個高雄的旗路海岸、旗津海岸 還有花蓮海岸造了四個成功的沙灘 那老百姓憂慮的這些小波塊 我們會往外海移動 讓外海建置一個潛堤的這個平台 那讓水深變潛 那波浪提前崩潰 崩潰就沒有力量往前來運動 那它就不會衝擊我們的海岸 那這個第一個 這個海景會變漂亮 第二個清水性 因為小波塊沒有辦法清水 我們清水性會變好 因為市府其實跟海大 針對於這個北寧路海灘 這一個計畫 已經討論了超過半年以上 那我們現在是朝向請海大 積極提出計畫 那市政府在預算上會全力支援 打造出一個真正漂亮的海灘出來 供民眾跟觀光客來使用 因為適逢市長謝國良生日 許泰文校長在會刊當中 特別送蛋糕給市長謝國良 祝他生日快樂 同時呢 他也跟外界宣布 目前海大跟市府即將推動 打造沙灘的這個好消息 那這些小波塊 我們的往後移啊 第一個景觀就改善了 第二個這些小波塊是增加這個海灘的消失 那往後移以後我們的沙灘就可以清水 也不會影響這個景觀 這個破壞景觀 再來呢 我們這些沙灘造 由我們從這個和平島到我們海科館 我們使用這個海景造景 就好像我們學校值很多這個 這個很比較貴的這些大葉感染 或是張樹 或是這個我們的茄冬 這些都是比較貴的樹 那我們來植這些樹 我們的景觀 海岸景觀 還有我們的配合這些海岸的花 那整個狼帶就會很漂亮 那漂亮以後大家清水 我們旁邊還有這些小灘 大家來海邊會餐 然後來這個小灘啊 來使用他們的餐點 這樣呢就會留下來 我們仿造這個夏威夷的外景 市長謝國良表示 如果能夠在海大北尼路海域 打造成為沙灘 配合未來遊艇港的營運規劃 相信可以把當地變成北台灣 甚至國際間知名的油氣景點 成為兼具娛樂 研究學習的海洋休閒狼帶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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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